继《清澄夫妇》之后,杨洋正爽又要合作了。 微微一笑恨《清澄》杨洋正爽成为网友眼中的《清澄夫妇》,创下了80多亿的收视率。 现在过了这么久,网友还是很看好他们的,究竟他们再度合作? 一起期待吧!杨洋正爽今年真的很忙,一个忙着拍戏一个忙着放飞自我,现在还得忙着趟恋爱,撒狗粮,大家现在快接招吧。 第一部是小说《爱你是我做过最好的事》改编而来的同名电视剧,由杨洋正爽主演。 主的室内脸温润的军总医院医生何苏叶,与工作狂女生沈希凡之间相濡以沫的温暖爱情故事。 第二部是《沙漏》已经确定是杨洋正爽出演,《沙漏》中女主莫行行是一位患有暴食厌食症的活在自己世界的人,很多网友觉得正爽无疑是女主最佳选择,而书中的陆里一角则是高大英俊,外表冷酷,残貌双全的男生,对杨洋来说也是非常符合的。 据说《巍巍》一笑很清晨第二部也要开拍了,但是剧情和一部完全不一样,所以人物也不一样,杨洋和正爽不会再参演,是不是感觉很遗憾呢? 你们是否期待杨洋正爽再度合作呢?